30日下午2點多 一架警車在油麻地沿上海街巡邏時 在甘肅街交界的交通燈位 發現一架私家車上的男司機神情呆滯 懷疑他服飾藥物 於是指示對方下車接受檢查 那名男子站定定接受適應藥物影響觀察時 起初10秒並沒有問題 其後那名男子突然發難推跌一名交通警員 並且拔足而逃 警員立即尾隨追折 窮追50米去到附近的一條後巷 那名男子終於被警員追上兼合力制服 警員搜他身 在一個袋裡檢獲一批以膠囊包裝的懷疑毒品 數量和價值有待怎麼辦 警方於是將該名男子拘捕